臺灣的藝術漂亮的好 那些改歲兩國我替你做參考 改歲改歲改問歲理 好朋友 我不只要求你說改問歲理 我要求你做生理 所以不知道那天我看到一個紀念堆 我在政府揹 揹了來之後我們打碼加工 放好平日後會載到那裡 動作成功 塞一台豬膏下去就能夠減減減做工作 國政你也說得比較慢 我要說很多話都說走音去了 前一句我們要說 說看了一塊紀念堆 屬於我們才有紀念堆的發音 不過說句啦 出一口 大家說到不如說變紀念堆 天上才有出紀念 紀念好像很悲喚 所謂紀念堆是很寶貴 不是 人家都住在土地 就只有一家而已 那個紀念堆 當然啦 有的人紀念堆 要整個人說過 我就是看到 看來政府在揹 我們如果要揹 之後 打碼加來看給他 說到這句打碼加 這怎麼說走音的 因為過去一百年前的禮店 都叫打碼加 打碼加 有人說就是一個牧師 打碼 打碼二牧師 將八月裡的聖經 引進來教我們這些台灣 殘政的主題 不然那個 空地在肚子那種打碼加 怎麼會引進 當然說話 如果議員那個專家說 說打碼加這兩年打碼加 這幾年打碼加 對馬來議來 打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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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前人就這樣說了 那是什麼 那空在肚子那裡 現在就沒有百年共犯 不過剛才去查 如果中國福建那邊 人家現在倒數 還說黑點油 這樣說打碼加 當然我們知道 打碼加 說過怎麼噪音變成打碼加 所以有那個小孩說 打碼加 黏著腳叫阿爸買豬腳 剛才這樣說 既然地我們把它揹下來 放打碼加 當然這都是噪音的 如果正確說 日子會這樣什麼 打碼加放就要做什麼 所以不知道說我會 在那邊燉 在那邊燉口 我才是一台豬腳 火就聽好車的關車 豬腳 民間對話來說 屬於是豬腳機 其實你台語照 他要說豬腳機 不過我們也知道 豬腳比較難說 到最後的人說什麼 說豬腳 豬腳機 真的 你不可以照什麼 你不可以什麼豬腳量 那兩個豬腳 這樣意思就跑掉了 所以 我們民間有很多台灣的 屬於是他們都已經 跑了不正過去了 因為 改文稅理就是要照你研究 研究這個 離對哪裡來 離怎麼寫 這是真真正的 有健康 所以既靈地 所以打碼加 所以對高機 我們跟他說 稍微外音沒關係 不過離 我們錢也不要 寫中黨的都贏了 一拜 大家